我得知的時候好像是已經去 看到他們的屍體 自己的爸爸媽媽都離開了 為什麼不是地震的時候 就直接跟著走 之後其實我是被阿姨帶到家裡去生活 可能跟弟弟妹妹吵架的狀況 就會覺得說好像不是他們自己的小孩 叛逆的時候有想過就是自殺 沒有人愛我啊 兒蒙其實一直有在陪伴 真的是把自己走出去之後呢 世界都是不一樣的 謝謝兒蒙二十年來的陪伴